有一个大家在谈的问题,有一个美国的电台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每天在他的电台节目上面都说他想要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政策上面失败。 我们的新总统才刚上任一个月左右,就有人这样子说,希望他在政策上失败,这是一个媒体上大家一直在谈的问题,说这个林博是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关,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那么在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也有很多美国人民都非常强异地批评布什总统,在美国的电视节目啊,喜剧节目也都一直开布什总统的玩笑,还有电台新闻的主持人也都强异地批评他。 所以这是美国社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也可以大声地说,我投票的时候并没有投给奥巴马总统,我对于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他们的外交政策,其他政策都有很多意见,但是这些话我都可以大声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比如像我们的传统基金会,对于布什总统提出很多的批评,但是我们并不会被抓起来关,我们还是会继续收到很多人的资助,我们在美国人民当中,有些人同意我们,有些人不同意我们。 但是很明显得,在关塔纳摩湾监狱这个问题,大家的辩论都显示美国人民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关系,我们还有在伊拉克战争的很多战俘啊,抓到关塔纳摩湾来审问他们。 我们现在在国会里面也建立起一些相关的委员会,要回顾看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检视他们当初是不是有做出什么不合法的事。 美国人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可以谈这些很矛盾,大家意见不一样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美国政府是非常开放的,有时候人家说美国政府开放到,让我们都要受到伤害了,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我们的原则是要继续持续这种开放的原则。 在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个人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如果批评的话,有可能会被抓起来关。 这和美国的现象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有言论和有信用自由。 好,我们再接听一些电话。 下一位是新疆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我已经15分钟了。 我想就这个奥巴马对华政策发表一下这个评论。 我想那个奥巴马总统应该跟那个前任的布什总统学习。 布什总统在那个奥运会前接见了中国的民运人士。 奥巴马总统我想以后他也不会这么做的。 原理是什么?他是主张与那个中国采取融合政策。 像布什总统在任内经常接见那个中国的民运分子。 好。 因为奥巴马只有像布什总统那样子才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自由。 好,谢谢新疆张先生发表的看法。 那么下一位是河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陈先生,请讲,请讲。 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我本不想打电话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出去。 可是刚才我听了我的同胞,我的国人说的话,那简直我哭笑不得。 他说美国不要指责中国了,你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什么观察纳摩呀, 什么伊拉克呀,阿富汗那些等等吧,那也无非就是这些话呗。 他就是愚昧无知看不到,观察纳摩这些这些个事儿是美国自己接出来的。 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出来了,他就能把他的丑陋的一面曝光。 你中国行吗? 在美国,我不知道嘉宾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美国,他认为美国呢,就是这个人身上都烂了,都化能了,整个机体都不行了。 他也捂着盖着,不让你说他。 你那儿还有个肿块呢,你就别说我。 在哲学上是叫度我,他懂度吗? 这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我就是,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河北陈先生发表的看法。 有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一些电话就不能接了。 谢谢这些朋友的热情参与。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传统基金会的达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热情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只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或者建议。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江天。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连续第二天在国会作证,为奥巴马政府三万五千亿美元的庞大财政支出方案辩护。 他说特殊的挑战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 盖特纳还批评前任政府留下了美国最近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美国之音的报道。 经济学家说,美国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其中需要归咎的原因很多。 大部分人认为,随着更多的消费者失去工作、住房和信心,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加深。 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进一步批评布什政府留下了几十年来最庞大的财政赤字。 我们接手的是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所面临的占国民总产值比例最大的财政赤字。 不过,许多共和党人驳斥了盖特纳的说法,格拉斯里参议员利用一个图表来显示财政赤字是在民主党控制的政府中才增长到目前的规模的。 奥巴马总统当然是继承了财政赤字和债务,正如最后一栏所显示的,非常庞大,但是这个遗产不是一个党派造成的。 财政赤字预期在2009年会增长到一万七千五百亿美元。 为了削减赤字,重新启动经济,奥巴马的财政方案目的在于增加富人的税负,稳定金融市场,使信贷重新流动起来。 财政方案还计划启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平时期的财政支出。 这些投资和减税方案的综合效果将会拯救或者创造三至四百万份工作,在2010年底将真正的国民总收入与不实行经济刺激方案相比增加3.2%。 尽管盖特纳做出如此预期,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来临。 有独立报告显示,美国企业继续削减员工,已经在上个月解雇了70万员工。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是这些内容。 再次感谢传统基金会的达林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最后还要提醒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还有更多的最新报道,您可以直接登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明天交点对话的话题是,台湾的新闻自由是否受到压制。 我是江天,再见。